我昨天哭啦 不好意思 又讓大家見笑啦 因為我昨天 我剛剛有這個 我就覺得 遊戲實況主統神張家航 11號晚間再開直播 講到情緒激動 一度崩潰大媽 我是說那個是一個生理反應 如果我失言的話 我道歉 好不好 但是你們這樣子 你們 你們 你們這樣子拼湊一段話 說我 未成年怨頭屁 XX了吧 然後那個影片明明就是很歡樂的情境 然後 我想說可能會有生理反應 然後就說我鬼父 就是有網友挖出 統神過去節目片段 可以看到他對身材較好的 女YouTuber脫口這一句 網友指責他對女兒有非分之想 他也怒控是惡意抹黑在拼湊 假如4月12號的任何文章裡面 還在說我戀童 我一定提高 10號被北市議員苗博雅狠狠上課 他才坦言言論有疏失 不過他在直播中 也對苗博雅受訪言論 感到不滿 被苗博雅電報 沒有電報 我們在討論 可是苗今天在發言 讓我有點不太爽 我是很慘沒錯 可是你也沒有必要覺得你贏我 所以統神近期 因為黃紫嬌爭議言論 被割接罵翻 自稱統神世仇的TOYS 也在直播評論 還學起統神 直接爆哭 亞洲統神怎麼這樣子對我 怎麼對人不對勢啊 為什麼這些人也沒有摸我 雖然我以前做過不好的事情 但是這種壓力 真的不是我可以承受得住的 我看到你哭 我才毛骨悚然 過去兩人有過恩怨 統神這次逆風 也讓TOYS直呼 風水輪流轉 三選